咱们早上9点准时营业 晚上是到凌晨一点闭店 早九晚凌晨一点两瓣倒 认为的茶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就是在平民里的有烟火气的 所以才会开成这种 我们这就人间气比较多一点 有这么多人 我觉得首先的话 可能是我们家羊头比较可爱 有好多女儿们 就是专程坐飞机过来去看 看那个糖宝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进去了 她想让那个糖宝出来 我说出不来 那您只能进去 然后把它就进去看 只要一上了人 我们就把它关起来了 夏天的时候 然后太阳就是快落山之前 然后会带他们出去旅玩 冬天的话就会在草 就是厂子里面会玩一样 要不然的话太闷了 早晨去喂一顿 然后那个打扫羊圈 然后一般就给它锁起来 关起来 它就不出来了 除非就是特殊情况 然后会放它出来旅选 但是手就是不 我们会定期带它去打疫苗 它自身情况吧 一般是那个看不下去了 然后就是带它过去 可以去重电 去洗洗澡 然后毛长的剪剪毛 思维很重要 我们有四家店 每家的不一样 第一家开的它是500平 然后里面就养了很多 像金吉拉 然后像免疫猫 对吧 全都是猫 然后金桥店是买了一只 那个叫唐豆豆 那个羊鸥 全身都是咔死了 兔子是最后买的 90后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上班族来的会比较多 过年过节的时候 新顾客会多一些 琼时的话 老顾客多 新顾客也有 我经常来 第一次来之前 他们店里面有宣传的 然后是因为杨卓 然后猫 然后环境 比较适合当下年轻人 常过来 孩子过来看看羊鸥 有兔子 以前好像有猫呢 我感觉是应该再养点小鸟 能叫那种鸟 叽叽喳喳的那种小鸟 这个营业执照应该是包含那个 就是茶水 然后那个茶水食品吧 别的也没有了 养这个完全就是自家爱好 好像没什么不一样的 下一刀 不是给你吃的 不担心呀 既然你们养这些动物 肯定是这些动物 对人的存在是 对孩子呀 没啥危害呀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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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